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排水施工程序的重点 施工之前,所有排水的施工图纸和物料必须经工程师批准 运到工地的排水管材料,必须经检查符合标准才可以接受 收到的物料一定要放在工地里合适的地方,并加以保护 而所有排水管就要垫高 必须与各行业配合,做好外墙排水管样板房 进行挖坑的时候,一定要小心挖掘,不要破坏地下的公共设施 安装排水管及建造排水井的时候,一定要一组已经批准的标高 排水管测试合格之后,才可以用混凝土管机 同时回填泥土分层压实填平 连接排水井的排水管必须是顺水流方向的 排水井里的流槽要抹得平滑和顺坡 在安装排水管之前,一定要先做个样板 钻孔的直径一定要和支架的直径深度相吻合 要事先固定一组垂直或者是平衡的鱼丝线,作为管道的中线参考 所有的排水管都要用不锈钢支架来承托 通气管和污水管都要有足够的连通管,来确保排水畅通 安装管道的时候,一定要安装适量的伸缩节 潜水泵滑轨,一定要和紧口垂直 水泵要紧扣排水管,不能有缝隙 用通球测试方法,确保排水管畅通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,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饰